大家好,我是老条 老油条带你去看没看过佳作神作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这段老条 今天一起看一部经典 撕裂的末日 相信很多人都应该看过 相当帅气的打斗 虽然是一部科幻题材的影片 但片中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刻画 21世纪初三战爆发 幸存下来的人们清除 如果再有第四次 人类便不可能再活下来 人类统治基层认为最亏祸首是情感 为此人类建立了一支部队 耶和华教士 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源头并且消灭他们 再看油花 屋子里坐满着带枪的人 这些人都是情感罪犯 被耶和华教士发现 对于情感罪犯 政府表示零容忍 发现和情感有关的物品直接烧掉 情感犯直接处决 没有丝毫怜悯之心 此时男主大猫登场 大猫是教士中的最高级别 也是战斗力最强悍的人 在和情感犯战斗中 不仅展现了大叔无敌的战斗力 更表现出冷血无情 杀人不眨眼 如同一部机器 镜头切换到城市 人类为了消除情感 研制出一种药物 波西恩 所有人类每天都要注射 大街上有着严密的监控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通过大屏幕洗脑 让人类相信情感是罪犯 在严厉的监管之下 人类只剩下工作 睡觉 吃饭 注射波西恩 没有任何的生活娱乐 活脱脱的一句形式走肉 男主的搭档也表现出了异常 坚持要自己还一本尽书 大猫并没有在意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 见神父的代言人 神父是世界上最高的统治者 所有人只有在大屏幕上见过 没有人见到过真人 神父代言人名为大头 大猫并不是一个人 有一个儿子和女儿 自己的妻子在几年前犯情感罪被处刑 大猫对此毫无感觉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处刑 没有任何感觉 大猫很快发现了搭档的异常 在城外的废墟找到他 二话不说 开枪干掉了自己多年的搭档 组织给大猫找到新的搭档 老黑 老黑和大猫一样 拥有神奇的第六感 大猫飞黄腾达 没有感情的人要权利财富有什么用 又不能享受 大猫回到家 见到自己面无表情的儿子 静静地看着电视洗脑 这儿子问他爹 他看到自己的妹妹哭了 是不是应该举报 大猫称赞儿子做得对 儿子继续接受洗脑 转眼来到第二天 大猫一如往常的起诉 不小心碰掉了早上的药 被儿子给发现 这儿子似乎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父亲 这次药的打碎也是大猫新人生的起点 早上大猫去领药处拿药 由于受到情感罪犯的袭击 制药厂被炸 没有领到剥歇 大猫带人找到情感犯妹子 将妹子压到镜子面前 本来想羞辱妹子 你看看你这表情 你看看你这神色 你看看你这状态 你再看看我这 这 算了 还是你好看 妹子精神焕发 大猫面无表情 大猫将围经物品烧掉 带走了妹子 在局里大猫审问妹子 你犯下这么严重的罪凶 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我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审问有感情的 有意见吗 你难道就没有感觉吗 妹子反问大猫 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大猫陷入了沉思 导演这不对啊 明明是我审问他 怎么成反问我了 而且这问题 以前也没人问过我啊 这怎么回答 我活着的意义 就是为了捍卫 伟大社会的延续 嗯 对 就是这样 大猫自己都对这句话 陷入了懵逼 被人家妹子怼了回去 大猫哑口无言 只能认输 镜头切换 一群人在练着一种战斗技巧 这种功夫是根据 计算出来的最佳战斗方式 学会这套功夫 一个人打一群人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种功夫名为枪斗鼠 可以最大程度 提高命中率和躲闪率 而大猫是 这门功夫里面的最强存在 大猫晚上再一次 选择了放弃药物 晚上睡觉 梦到自己的老搭档 被推进焚火炉 大猫从梦中惊醒 撕开了窗户 看到了外面美丽的朝阳 瞬间所有的情感爆发出来 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从此大猫放弃了波歇案 大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 看着周围相同的办公桌 瞬间陷入了迷茫 好奇心时 大猫有了新的发现 开始把玩自己的办公用具 大猫表现的异样 被老黑给发现 在一次的抓捕罪犯时 大猫找到围禁物 当他找到贝多芬的曲子时 大猫突然明白了一切 对自己以前做的事情 痛苦不已 当着部队的面 救下了小狗 回到基地的大猫 向大头说明了自己的疑惑 被大头给反怼了回去 晚上特地跑到外面 放小狗 没想到被部队给抓到 大猫知道自己嘴炮不行 就不跟他们多逼逼 直接开赶 这几个杂兵对于大猫而言 都只是战斗力威武的渣渣 最后打完还不忘耍个帅 枪我一定要打得准 姿势一定要帅 第二天找到新的罪犯 大猫已经下不去手去杀人 本想着解救这些人 没想到老黑下手更快 结果这帮人全被秃秃 大猫上进的找到搭档的尸体 在尸体方面向搭档忏悔 不过依旧没有什么软用 人死不能复生 大猫找到了情感罪犯基地 遇到了首脑人物 来自越狱的老马 老马在很早之前 就开始坚持大猫 想利用大猫干掉神父 趁乱炸掉薄熙烟制作工厂 只需要停留一天 所有人都会被激起情感 到时候人类会再次回到情感社会 大猫也没有马上答应老马 毕竟这项任务相当困难 神父从来就没有人见到过 大猫回到家看望自己的儿子 毕竟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父亲 他没有进到父亲该有的关爱 只有冷冰冰的表情 对自己以前的过错后悔 儿子也表现出了不一样 平常都只是喊大猫名字 这次却喊大猫为父亲 大猫并没有发觉有异常 这次大猫不想再做错事情 想解救那位妹子 可惜还是晚来了一步 妹子在大猫面前被焚烧 大猫在人群中痛哭 被老黑带人抓走 此时的老黑意外的笑 这也说明老黑也没有用剥歇案 在大头面前 大猫用剂陷害老黑 并答应大头 剿灭罪犯基地 这其实是老马的计划 将老马抓到妖宫 借机去见神父 杀掉神父拯救世界 计划按部就班的进行 就在要见到神父时 老黑出现 这一切都是大头的阴谋 大头和老黑演了一场戏 他们两个都没有注射过波歇案 神父在几年前就已经死了 大头带领了神父的职位 大头就是现在的神父 现在啥也说明了 那就开干吧 大头虽然聪明 但是低估了大猫的实力 大猫一个人反杀了所有威兵 还有只会装逼的老黑一刀秒杀 大猫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 对于大头的求饶毫不在意 一枪解决 电影的最后 大猫站在紧风 人类迎来轻战社会 无感情社会消失 故事结束 这部电影纯属虚构 打斗场面帅的一笔 喜欢枪战的可以看看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电影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